我们为什么每一个人的命运都不同 要把思路眼界放宽呢 首先你是一个人 你比一只猫一只狗要强 而且你是活的 你至少比这个死的桌椅板灯要好 那他们也是活的 里面的细胞也在微微地动 只是你看不到 感觉不到就没有 有人说 那我还不如一个畜生活的 有没有 真的有这样的人 我到处要饭 我是丐帮 又不是帮主 我还不如一只富贵家的猫 养尊处优 无忧无虑 有的人一生一来 腰准 或者 畸形残疾终身 本来好好的 半路上 一个突发状况 到身体 或者家庭的家破人亡等等 就不要说那些卖贷的钱财 各种都有 而有些人反过来 一出生 又含着金钥匙 你的心就开始不平了 怎么就这么不平 不公平 这个的根本 当然是天机 但是我们可以从几个大方向 大概了解到 老天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 那个金线尾线呢 那地球在转的时候 只需要在上面点一点 下一个棋子 你就跟着他转了 人家就不要管了 然后 是什么决定他这样走呢 人家也不是乱来 天地之间 自有神明 神是鬼差 就负责 每日汇报 你的功过 最终盖棍论定 甚至有的功过不相抵 你都是累生累世所造 首先第一个要问你自己 你的良心安管 那搞不懂 看不见就没有 管他怎么样 这几十年先和好再说 现在人往往都是这样 这还是比较浅层面 我还要计较 我来生怎么样 现在连这个都不在意了 你能好多久吗 这个后续的连带太多了 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 我们学玄学要知道 这些看不见的东西 人秉天地之气 四十之法而成 根据五行的这些作用 落地生根 形成了你这么一个肉体 到了多少个月 那个灵啊 一株胎 从你这个神圈穴 进入 你这个机器肉身就活了 才是你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 意外的东西 干扰 导致你们生生世世的这种 牵扯 你有一些你命里没有 外在的 不然什么都是命 也不太可能 你躺着 躺平 跟你每天打鸡血 有些东西还是能左右的 所以我们再怎么样 不敢不信 又不能全信 不然才是迷信 且听下回分解 这个命运能改吗 怎么改